Hello大家好,这里是画古龙科技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WiFi模块 这个模块可以使我们的调三不再受数据的束缚 让我们再给圈圈机、残道机或者是在户外调三时都更加的方便快捷 好的,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我们的使用教程 首先我们拿出界线图 可以看到我们的WiFi模块是有五个焊点 最上面两个焊点是数据端口 RX和TX 这两个焊点需要我们接到飞控上空余的UART端口 RX对应飞控的TX TX对应飞控的RX 下面两个是5V和GND的供电接口 我们需要把它接在我们飞控的5V和GND供电 最后一个焊盘,SW 它的作用呢,就是让模块与油门联动 当你的遥控器解锁、电机转动之后 WiFi模块就会自动断开连接 保证了在飞行的过程中 WiFi不会对飞机上的设备产生干扰 SW的焊点可以接在我们飞控的LED焊盘上 或者是S5、S6、S7和S8 这几个可以输出信号的焊盘上 那么我们这款模块也是有两种使用方法的 第一种就是焊接上SW这根线使用 第二种就是不接SW这根线 当然,这样就不能使用油门联动的功能了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使用油门联动功能时的设置方法 首先我们把五个连接线 依次焊接到WiFi模块上 然后按照我们刚刚看到的接线图 把连接线焊接在飞控上 这里我是和接线图一样 数据端口焊接到了URT2上 SW接口焊接到了LED焊盘上 OK,我们焊接好之后 就可以进入BetaFly地面站来进行设置模块了 进入地面站之后 来到我们的CRI命令行页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需要导入的这几行命令 第一行命令 这里的A08代表我们飞控 LED焊盘的指令名称 如果你的模块焊接的不是LED焊盘的话 就要把这里的A08改写为 你连接焊盘的指令名称 以上是画骨龙宙斯飞控对应的焊盘指令名称 其他品牌的飞控 可以在CRI输入DUNP 查询所接焊盘的指令名称 第二行命令 这里的A代表WiFi模块连接数据串口序号 如果你使用的是URT2 那么这里对应的序号就是A 如果是URT3 那么对应的序号就是A 即端口号-1 根据自己焊接的情况 将对应的序号改入 第三行和第四行命令是固定的 不需要改动 我们复制这四行命令 粘贴到CRI输入框内 回车 再输入Save 回车保存 OK 我们已经将使用油门联动的WiFi模块 焊接并通过CRI命令行设置好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讲一下 不使用油门联动功能的设置教程吧 首先 我们不用再连接SW接口了 其余的焊接方式 则跟刚刚讲的焊接方式是一样的 焊接好四根连接线之后 我们直接进入BetaFlight 打开端口界面 找到你的WiFi模块焊接的URT串口 并在设置一栏中 点击打开 波特率默认为 115200 点击保存并重启 这样WiFi模块就设置好了 下面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APP 来对我们的飞控进行调商了 给飞机通电后 我们打开手机地面站 Speed B 点击右下角WiFi标志 进入连接 然后点击去连接 接下来我们进入手机的WiFi列表 我们在列表中找到前却名为 Hermes的WiFi 点击连接 此时WiFi模块的指示灯亮起 然后再退回到地面站中 手机就开始和WiFi模块连接了 等待连接成功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手机WiFi 来给飞机进行藏伞和设置了 注意 在飞机起飞前 需要点击地面站 右上角断开连接后 飞机才能起飞 如果你使用了油门联动功能的话 当你解锁后 WiFi将自动和手机断开连接 指示灯也会随之熄灭 OK 那么今天的WiFi模块使用教程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